您看过用红酒瓶装的茶吗 来自台东陆野的茶园 50年来是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茶园土地 生产出清香的冷脆茶饮 不止在2020年参加日本世界绿茶的评比会 荣获了三项精爽大奖 今年入选520国宴饮品 一望无际的茶叶被云雾缭绕的大山环绕 位于台东陆野的这座茶园已制茶超过50年 现在由二代老板陈锡清经营 顺应台东地形及气候种植 生产出甘醇滑润的好茶 其中一款茶还获选今年520国宴饮品 陈锡清的女儿看到自家茶叶得到肯定 表示相当开心 这支是林田家 它在冷藏的状态下可以六个月都不会坏 都不会变质 用冷的方式的话就是 它可以排除掉苦涩味那些 冷的方式它就是保留最原始的营养 茶人说明这次入选国宴的茶 用80%发酵而成的台东红乌龙低温冷脆 最特别的是使用红酒瓶盛装 为了杜绝细菌滋生 特别用水晶瓶盖代替软木塞 倒入高脚杯茶汤的橙黄色泽 晶莹透彻 散发浓郁的蜜香结合果香 它的香味非常特殊 它有前中后端的味道 那我们这次很开心 这次冷吹茶可以入选国宴的茶饮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区域品牌的概念 来去推广台东红乌龙的产业 那希望以后大家想到台东 也会想到红乌龙 在地业者用心致茶 而台东县府也透过各式活动 和体验课程 推动台东红乌龙茶产业发展 更力求在国际市场展露头角 记者李明德 姜凯婷 页远顶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